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这个频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欢迎你, 我是Henry 如果你再次回到来, 还未订阅的话, 记得订阅 今集我想跟大家讲讲关于每一部新相机 其实它都会有的一个配件 就是相机带 相机带的确是很少人讨论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每一部相机都会有一条相机带给你 当我们进了电, 试了拍一两张照片之后 想带它出街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要找一条相机带背着它向身 或者绑在手上, 安全一点 那一刻我们就会在盒子里 拿它原装的相机带出来 基本上我刚投入摄影的那几年 我都会用跟机的相机带 而且我会觉得我没理由再花钱买相机带 但是当我慢慢拍照拍下去之后 有时拿着原装相机带出到街 发觉别人都在使用的时候 我就很想找一条相机带搭配衣服 慢慢开始, 原来我买下买下 都买了不少相机带 但是因为工作的需要 我后来要找一些实际小小的相机带 所以我们先由实际上 用我使用的相机带来谈谈谈 但因为工作的转变 尤其是现在市场上很多时候 因为成本的问题 他们都会问这位摄影师 你可不可以拍片吗? 拍片的时候, 相机带会阻挡我们的 或者如果我们再专业一点的 想将一部无反或单反 上去一个稳定器的时候 没有理由会有相机带阻挡着操作 所以就要整天安装和拆 早几年, 听行家介绍 就是Pick Design推出的相机带 因为它本身会将扣子 变成一粒色仔 我们只要将相机带扣到一粒色仔 我们就可以很快地安装拆 但老实说, 在设计上 使用上是很方便的 但是在外观上 我并不太喜欢这条相机带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它很闷 其实全行都在用它 原来你用这条, 我又用那条 等于你开盒后用完原装相机带 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在衬衣上是没有帮助的 而且我会觉得这件事是工作用的 装拆方面, 实际使用实战型的时候 Pick Design是很方便的 衬衣服的话, 我觉得你也要买其他品牌 另外一件事, Pick Design的相机带 它的扣子是很稳定的 但我也想提醒大家 每次收机入袋的时候 千万记得要拆掉它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我有一个小小的痛苦的经历 就是我有一支很漂亮的镜头 很贵的镜头, 大光圈的 就是有一次我很赶怎样收工 我就这样卷起了 即是手机扣住, 扣住了 扣住了, 扣住在手机身上 我就这样卷起了 就是回到Studio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扣, 这个扣, 这么硬的扣 在我的镜头上, 留下了一些痕迹 就直接有少许压了它 因为它也挺硬的 如果我们现在尤其是镜头为了轻身 它很多时候外壳是一个铝金属 所以它就压化了我的镜头 所以记得记得记得 你看看, 很好响的 记得拔走了它 不然你就会有我的痛苦的经历 刮花这支镜头 继续讲实际型的相机带 另外一个实际型的相机带 就是Lomography推出的相机带 这条相机带一直都套落在我的 最喜欢的精影绩有相机 就是这部Automate玻璃镜头的相机 这个相机我买的时候 它其实有套装价 就跟着这条相机带 这条相机带我真的很喜欢 虽然它是白色 我其实不是很捨得用 但是因为它实际上的操作 给了我一个参考 所谓的参考是什么呢 就是这条相机带 后面 前面是很帥的设计 对不对 它后面其实是一把尺 它的尺尺就有10cm 30cm 和60cm的mark 在这里 为何它会设计这条相机带 就是因为它们很多时候出的相机 都是没有自动对焦 也不会有自动对焦 所以它们推出了这条相机带 就是给我们用家参考一下 究竟10cm 30cm 和60cm 究竟有多长 尤其是因为像这一部相机 它其实标示了 它有1米到无限远 或者是0.6米的距离 当我有这条相机带 就可以拿相机带来做参考 究竟我和主体之间距离多远 觉得真是很实际 和很方便的相机带 除了功能性上 可以满足我的需求之外 它的外观其实也很好看 用来衬衫背着出去 你也不会觉得很老套 好了 讲完这条Lomography的相机带 我们真是讲讲衬衫的相机带 我讲这两条 我手上有两条 我真的用来衬衫的相机带 是很感谢我的朋友的 因为这两条相机带 都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都是我的生日礼物 他们真是很知我心意 第一条我想讲的就是 这条由Skin推出的相机带 这条相机带 其实是很多年前收到的 其实这两条相机带 都是我同一年生日里面 有两个不同的朋友 来送给我的 首先讲第一条 这条是Skin的相机带 我其实自己本身 是很喜欢这些直条纹的 因为其实我很喜欢 Paul Smith的产品 Paul Smith是一个时装设计师 他的产品都是很鲜艳的 尤其是他的西装 他的鞋 或者他所有东西 基本上 甚至乎Leica 都有与他一齐 Crossover 推出一些相机 都是用他的 很多不同色彩的元素 这条相机带 就是我朋友知道 我很喜欢Paul Smith 他很好 他就在我有一年的生日里 他就送了这条相机带 我记得当年 我收到这条相机带 其实我还是抱着一条 同样Style的颈巾 你看到这条是新到 真的不新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真的没有用 因为我还未找到 对的相机去配搭 所以我到现在 还是收藏在 一个阴暗的地方 阴梁处 因为不用的东西 你又曬它会退色 算是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曝光在大家面前 我说完这条相机带 再说说另外一条 同样的生日礼物 就是由两位 资深的传媒人 送给我的礼物 其实包装自己还在 我未用的东西 我觉得不如保留包装 可能可以保护到里面的礼物 这条相机带 就是Artisan and Artists 的相机带 大家都知道 它专门推出很多 精美的相机带 可以看到这条相机带 是白色的 我暂时一直保持 它未用的原因 亦是因为未找到 对的相机配搭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这条相机带 相对地幼一点 比较起来 这两条都是算幼的相机带 而我在近年用的相机 都相对比较重型 所以这两条相机带 我暂时未找到对的机器 去配搭它 但是其实我已经在密释 一部对的相机 去配搭这两条相机带 到时如果那部相机 已经到手 大家不妨可以投票 告诉我 究竟哪一条相机带 配搭那一部未来的相机 究竟那部相机是什么相机 我到时会拍片跟大家分享 放心 所以今次讲相机带 这一集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们有其他相机带 去推荐给我 去配搭衣服 记得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